歡迎大家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眾議院這個大爆料 議員說什麼呢 他說的這個爆料 似乎是戳破了美國政客 援助烏克蘭大把鈔票的暗黑動機 好話說回來 到底錢都去哪裡了 其實大家一直在懷疑 美國送去的武器也追蹤不到下落 也送出去就找不到 那美國金援這些錢到底去了哪裡 真的是送到烏克蘭人民的口袋嗎 美國的共和黨的眾議員 馬力喬泰勒格林 就是他 他上節目呢 透露說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 看起來呢 就是一場洗錢計畫 怎麼說呢 他說啊 美國對基辅的援助呢 根本是流向美國政客 朋友 家人 營運的非政府組織 NGO的口袋 他說呢 這些組織啊 通常呢 跟美國華盛頓的政客 有密切關係 好這位議員 馬喬莉 他節目當中提到 他說呢 美國其實最近一直在吵一個法案 就是400億的美元援助烏克蘭的這個法案 之前拜登不是一直說他要加碼加碼嗎 但是呢 這個法案現在是喊停的狀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議員的爆料 他說援助總金額會達到 如果真的過的話 援助總金額會達到530億美元 你知道嗎 這筆數字已經超過了美國國務院 今年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 可以感受得出來吧 美國到底為什麼要援助烏克蘭 這麼大一筆錢又一筆大錢呢 好 女議員就認為這些資金呢 應該要用在處理美國自己國內的問題吧 包括無家可歸的人 包括人口販賣 他說美國這些問題都已經是破紀錄的水平了 為什麼拜登不處理呢 好 再來一個大爆料 今日俄羅斯日報 被俄羅斯的官媒報導 她的女議員呢 她說指責美國關於呢 所謂渴望幫助烏克蘭人是虛偽的 好 她表示呢 華盛頓正在向烏克蘭投入資金 但是呢 欸 美國很奇怪喔 她無視世界各地的其他衝突 好 美國的眼睛所看出來的似乎不平等 她就大爆料 她說呢 像伊索比亞現在還在發生內戰啊 數千人喪命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難民也很多 但是美國有關注嗎 她說美國就很少關注這個事實了 那為何美國偏好烏克蘭 救烏克蘭不救伊索比亞嗎 好 對於這個錢去哪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剛剛不是說法案被阻擋嗎 上個禮拜才被擋下來 被誰擋呢 就是她 上個禮拜呢 這個參議院的包含民主黨共和黨 其實他們達到一個共識 就是要快速通過一個400億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2兆元 就是要送錢到烏克蘭的這個計畫 那這一位呢 共和黨的參議員 蘭德保羅他一手擋下 他堅持呢 在法案當中要加入一個叫做 監管人員條款 就是要監督對烏克蘭軍員花費的使用 到底這些錢用到哪裡去 不能不明不白 這個法案呢 因為被他喊咖 所以延到這個禮拜 最快應該是明天會表決 如果說明天沒有通過這個法案的話 就會衝擊到美國 金援烏克蘭 那蘭德保羅表示 他說我們不能透過摧毀美國的經濟 來救烏克蘭 他提到美國現在正在經歷 很嚴重的通膨危機所帶來的痛苦 但是呢他們的國會似乎只想儘快的拿出更多的錢去救烏克蘭人 加劇了美國人民的痛苦 他說呢國會應該要評估這一路來的成本 他說呢現在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威脅是債務通膨美元的崩盤 他提到了美國現在吃不消繼續當世界警察 還有承受赤字開支 那其實拜登在4月底的時候 他曾經向美國國會還提一個法案 他要追加原烏克蘭的預算300億美元 其中200億呢說要投入軍事跟安全援助 那拜登呢他還打算提一個修法 這個法案呢說白一點就是 沒收俄羅斯權貴富豪的資產 拿他們的錢呢來援助烏克蘭 好這個法案呢未來要更改的包含 允許沒收俄國權貴用來逃避制裁的資產 把這個逃避制裁入罪 然後呢把洗錢的起訴效期呢 原本是5年要延長為10年 就連美國前總統川普呢 他都炮轟拜登啊 在美國現在呢遭遇奶粉危機的時候 卻是極力的推動國會 要對烏克蘭的400億美元的援助法案 他說很多的議員都跳出來 批評拜登政府是用納稅人的錢 為非法移民的孩子提供充足的飲食 而美國合法居民的孩子 卻沒有奶粉可以喝 那其實呢到底美國的奶粉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在今年2月的時候 美國知名的奶粉製造商亞培公司 反正就發生了一個細菌門事件 因此呢在全球就大量的 召回他們生產的配方奶粉 所以導致這個奶粉短圈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川普呢甚至還說他真的很難想像 奶粉短缺 這根本是美國國家的恥辱 他說無法想像 這是發生在2022年的事 同時呢他也大力的批評 民主黨又要給烏克蘭送錢 那美國的父母卻還在為如何養活孩子 在掙扎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那美國的這個奶粉你看喔 貨架上之前是缺油 好一度也缺水 現在呢連奶粉都沒有了 好看起來呢是美國本土最大的配方奶廠宣布 關廠因為細菌門事件 但是呢其實CNN他也做了一個專題 他來分析到底為什麼美國的 這個嬰兒奶粉會這麼樣的缺呢 首先當然工廠出現細菌感染 這是最主要的美國的製造商 亞培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就回收了 相關品牌10種的嬰兒奶粉 然後呢這工廠就暫時先關閉了 但是呢這個時候讓大家擔心的是喔 網路上出現很多假新聞喔 現在美國的專家就提醒民眾 不要在家裡DIY配方奶粉 這根據呢美國的國會三報呢 美國的國防部發言人柯比 記者會當中也說了 全美呢就嬰兒配方奶粉短缺啊 都衝擊包含了美國軍事基地 那雀巢也表示呢 現在已經趕緊呢 把瑞士跟荷蘭的嬰兒配方奶粉 緊急空域送到美國去 因應美國超市缺奶問題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烏二戰爭喔 其實呢 美國還在想辦法怎麼送錢 去給烏克蘭 但是你知道嗎 澤倫斯基國家還在打仗 總統又幹嘛了呢 沒錯 他用視訊的方式出席了 坎城銀展再一次的撥版面 今天呢是第15屆的坎城銀展 在18號的凌晨開幕 這一次呢最強版面的又是他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再一次透過先錄好這個視訊影片呢 對著國際巨星又在真情的喊話 這也是繼呢 他之前出現視訊在葛萊美之後 第二次現身在國際的大型典禮 不過呢俄烏戰爭以來到底誰得利呢 烏克蘭其實啊當時候他們就有一條法令 他們就取消了進口汽車的征稅 哇這就差很多囉 所有的車進到烏克蘭不用稅 但是呢他的原本的用意是要 補足在武裝部隊當中的短缺 他要快速的讓這些軍備車可以進來 但是沒想到卻引發了這個亂象 大家居然在進口這些豪車 烏克蘭的海關署副署長 蘇茨基他就說呢 大量的這種百萬的這種豪車汽車 就以援助烏克蘭軍隊的這個名義啊 就進到烏克蘭了 這個法案零關稅以來呢 他說已經進口大約8萬輛自用汽車 30%都是最高檔的 售價都是2萬歐元以上的 好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烏克蘭民眾大量的在進口 這些B&W 冰市 居然導致他們邊境大塞車 而且是好幾公里的交通大阻塞 然後呢還干擾了軍事物資跟燃料的供應 先前的烏克蘭基礎設施部曾經表示 像是歐洲的夥伴國家就對烏克蘭說 為了烏克蘭武裝部隊的需要 進口到烏克蘭的BMW 包括X5還有冰市S級的數量 結果沒想到導致邊境的塞車啊 表示呢還是有很多人趁機在買車 也引發了爭議 那再來呢 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他日前表示呢 中俄都在利用自身市場的地位 然後影響西方民主國家 因此呢他就呼籲說 美國跟歐洲呢 在對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際 應該要團結起來 要約束大陸的商業行為 那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溫文斌今天在例行的記者會表示 美方這一些人整天沉迷在威逼裡 邪盟友 搞這種惡華的小圈圈 不得人心也沒有出路 到底是哪個國家口口聲聲地表示 要從實力地位出發 跟別國打交道 哪個國家濫用經濟 金融 科技拔權地位 將其作為遏制打壓他國 謀取地緣政治私利的槓桿 國際社會對此看的是清清楚楚 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 是當今時代潮流 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 美方一些人整天沉迷於威逼裹挟盟友 搞惡華小圈子 完全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不得人心也沒有出路 我們敦促美方言行一致 將美國領導人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強化同盟關係 反對中國的表態落到實處 多做有利於中美互信合作 和世界和平發展的事 再來是美國11月要其中選舉了 我們來看拜登的最新民調 你看到拜登的拜登 有在CNN的評判中的評判 有在CNN的評判中 有55%評判中 這是一個很大的警告 給民主黨和總統的評判 這不是他們想看到 在明月的評判中的評判中 我們也請大家 要知道美國在美國的評判中 看看這個 阿琳 65%的美國人 在我們最新的CNN評判中 這份民調對拜登來說應該是相當的不利 他的支持度還是維持在比較低的四成 美國人現在對他們前景的憂慮還有恐懼達到86% 這也包含了在經濟的部分 那麼再來就是現在芬蘭跟瑞典在今天 他們一同遞建了 他們遞交要申請加入北約 那美國就被說一直從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如今好像算是成功了 CNN的最新民調 剛才拜登受到了美國嚴重通膨的危機 現在他的支持度相當的低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拜訪瑞典 兩國宣布一起送出加入北約的申請表 尼尼斯托接下來也將和瑞典總理安德森 一起造訪白宮與拜登會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樣勝券在握 表示很有信心 我非常肯定我們會達到認證 一旦兩國加入北約 算是美國外交建树 但回到國內經濟問題 CNN最新民調嚇壞民主黨 拜登只有40%的低支持度 但55%受訪者不認同他的實證表現 這對民主黨面對其中選舉 是一個重大警訊 65%美國人在我們最新的CNN投票 美國通膨達到40年新高 但拜登著重外交 經濟問題尤其能源價格居高不下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認為 各國不應該在石油和稀土金屬供應上 受制於俄羅斯和中國 歐美應該要盡快找出最佳方式 擺脫對中俄的依賴 我們必須找方法 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則呼籲 應該從戰略角度看待關稅 制定更嚴密的對中貿易戰略 葉倫 戴琪兩人持不同意見 拜登政府是否能趕在其中大選之前 化解自家嚴重通膨問題 看來人士一大挑戰 記者蔡新成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水神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